你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吗? 两个独一无二的人相聚 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两个独一无二的人分开 也有一个他特别的意义 一切都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是 《螺丝狗》 这是第二次朗读《螺丝狗》 《螺丝狗》有一百个爱情故事 可是 若要把一百个爱情故事 从头细数来看 如果是你 你会先从第一个故事开始 回忆呢? 还是第三个? 还是第七十二个? 相遇的一百个经验 促成了现在的我 还有现在的你 如果我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你第一个想起的会是谁呢? 那天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 《螺丝狗》爱上爱情海的鱼了 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螺丝狗》第二个想起的爱情故事 这是编号第十二个 现在就让我问你朗读 编号第十二号的 《螺丝狗》的爱情故事 《螺丝狗》爱上邮差了 邮差有一辆响着铃铛的脚踏车 《螺丝狗》 《螺丝狗》每次听到那个铃铛的声音 就会特别地兴奋 不自主地跟着跑 你的尾巴好特别哦 被一个去过多少地方 看过多少人 更不用说 看过多少狗的邮差说特别 这条像螺丝的尾巴 可能真的就是很特别 《螺丝狗》越摇着他的螺丝尾巴 整个尾巴就更飞快地 像螺旋一样摇转 邮差一把自己身上的 另一个铃铛拿了出来 挂在《螺丝狗》的脖子上 从此 他们就在一起了 邮差让螺丝狗知道 自己有奔跑的能力 因为螺丝狗知道 身上的铃铛 只要跑得越快 就越响亮 邮差车上的铃铛 也会跟着螺丝狗 一起响亮 这样的铃声 越过了田野 田野有了铃声 更田的农夫 就有了抬头的笑声 牛也跟着用牛的铃铛 唱合着 森林有了铃声 猫头鹰跟着在夜色里 唱着低音的和弦 螺丝狗的脚步 跟着脚踏车的车轮 与土地 发出啪哩啪哩的掌声 螺丝狗接着学会 在每一个去过的地方 发现到的捷径 做下记号 让它跟邮差 不会迷路 顺利地到达 螺丝狗成为 每一村老太太 最宠爱的天使 因为 它会舔干 老太太脸上 难过的泪水 并且 跟每个小孩 玩追逐的游戏 一个收信人 就会有一场 爱的鼓励与拥抱 甚至有一天 他们见了一百个人 享受了一百场的鼓励 与拥抱 螺丝狗跟邮差的铃声 就是连接众人的期待 甚至 他们就是众人的期待 因为只要铃铛响 就会有人知道 没有谁 会被谁遗忘 螺丝狗知道 这些都是因为邮差 所以 每一天任务做完 在任何一个角落 喘息 喝水 螺丝狗都会笑着 仰望着邮差 谢谢你陪我一起 去了那么多的地方 邮差 摸着螺丝狗的头 然后一起 望着远方 螺丝狗可能因为 见过 很多因为 等待一封信 而有所期待的表情 所以 他非常知道 期待会带来一种绽放的魅力 因为有期待 每一段感情 都用了从酝酿而绽放的美 可是 螺丝狗却最怕 每天跟邮差 最后独处的时候 因为邮差 在独处的时候 永远都有一种 期待的表情 但是 螺丝狗不知道 谁 可以送信给邮差 螺丝狗 试着摇摆自己的身体 让铃铛发出声音 通常 邮差 就会有了一抹微笑 然后结束一天的相遇 各自回家 螺丝狗跟着邮差 去了那么多的远方 但螺丝狗总感觉 邮差的独处 是他觉得 最远的一个地方 这一天 邮差不愿意出门 脚踏着的邮包里 也没有办法信 螺丝狗心里想 会不会邮差 出了什么意外 于是 螺丝狗奋力地 敲着邮差的房门 呼喊着邮差 你回去吧 我不再送信了 邮差连门都不开地 在房里喊着 螺丝狗问 为什么 这一问完 螺丝狗开始原地 绕着圆圈奔跑 让自己身上的铃铛 响起来 而且 越来越大声 快啊 快啊 好多人要听 我们的铃声 好多人的期待 在等着我们啊 邮差回答 螺丝狗说 不会再有什么期待 螺丝狗停止了 旋转 的奔跑 只要是期待 就有不被满足的那天到来 螺丝狗再次听不懂 邮差的话 就像听不懂 邮差独主时的表情 螺丝狗打起精神说 但老奶奶的感动的眼泪 是真的 小朋友看到你的笑 都是真的 所有工作的人 因为听到我们的铃声 就会抬头擦汗 开心地迎接我们 这都是真的 螺丝狗一边喊 一边用他的爪子 抓着邮差的门 爪子留下了痕迹 但邮差的门 没开 邮差说 我们不再会被人期待 你不懂吗 现在大家都不记性了 所有人都想快 快点知道答案 快点见到彼此 不想再为任何期待 而等待 现在是不需要邮差 大家都用 email了 我每次回想到这一篇 回想到邮差最后 让螺丝狗无言的这一句话 我都会大笑 可是我知道 这个大笑对螺丝狗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虽然跟螺丝狗一样 不懂为什么 这就是邮差 不能跟螺丝狗在一起的理由 但我知道 若相爱的两个人 一旦有一个人的视野 或看得远方不同 那场爱 就快结束了 这是编号第十八号的 螺丝狗与邮差的故事 我每次说完的时候 就想用邮票贴一封信 寄到邮筒给一个人 但写完之后才发现 我早就已经没有了 那个人的地址 甚至 很多人的地址都没了 遗失的这一切 比我想象的 还快 我是李顶 你有想过 爱情的确定 到底是要快一点 还是要慢一点 是要立刻抓住 还是说 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去酝酿 才能够 知道 自己抓的不是一块浮沫 而是相守在一起的永远呢 下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螺丝狗第一个爱上的对象 那个对象 居然是蚂蚁 或许 我们可以从下一次的螺丝狗 第一个相爱的开始 可以寻找到 爱情跟我们之间的蛛丝马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切 这一切不是快 或是慢 如果现在你觉得相爱了 我们就享受当下 把握当下 因为你知道吗 这就是宇宙计划的一部分 你跟我 都很重要 我们会因为爱而有力量 也会因为爱而软弱 这一切会产生一个无比的能力 只有面对能力中的强 更弱 我们才会发现彼此的互补 让我们放松下来 让生命毫不费力的 在你跟我的身上流动 请相信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我们必须做的 每一件事 最后我想提醒你 在这个世界上 你很平安 你是被祝福的 吃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